我为了调查一个案件而来 却莫名其妙地看上了戏 第四场演出即将开始 这次上代表演的竟然是乌鸦先生 乌鸦先生十分调皮地比划了一个手势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让我们点亮他头上的灯泡 果然 按照灯泡拜访的顺序 我们很快就解开了谜题 此时 乌鸦先生竟然兴奋地挑起踢踏舞来 接着 乌鸦先生敲击起手里的拐杖 这次是看他敲击拐杖的次数点灯泡 在解开谜题后 乌鸦头套上的眼睛突然动了起来 难道这根本就不是头套 我跟随乌鸦先生的眼睛点灯泡 第四次演出诡异地结束了 还没有等我喘狗气 一无常演出 直接开始 这位杀杀的竟然是一名女孩子 等等 这不正是那名自杀的少女吗 我走到海上调查 没成形 少女一动不动 就像一个木偶 难道线索就要断了吗 我突然相信 这幅场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没错 正是他口袋里的遗书 我摆弄台上的道具 完美还原了照片里的样子 奇迹出现了 少女的手掌突然抬起 舞台上方掉落出五个盒子 我把背包里的四个白色方块放了上去 方块里出现了画面 我凑近一看 既然比划了一个2的手势 观察其他方块 我得出了四个数字 7 2 8 5 看起来是一串密码 顺着漏洞 我们进入了那名男人脑海当中 这里正好摆放着一个密码箱 输入数字 密码正确 箱子里摆放着一个黑色的记忆方块 记忆方块里存着这名男人的记忆 看来这个案件马上就要水了石出了 放入黑色方块 荒漠出现了 这 这是谋杀 台上的少女栽倒在地上 而真正的凶手 正是他们男朋友 我再去寻找男人 男人此事以前消失不见 我找遍了整个剧场 最终在卫生间里发现了他 你还想跑 你这个杀人凶手 卧槽 男人突然变成了黑影 卫生间的门却再也打不开了 原来 男人被他们囚禁在了袖湖 但 凶手 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决定前往袖湖 把凶手 缉拿归案